摄影讲究光线 只要光线好 还什么时候都好看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那当然 什么时候学都不完 大家好 我是摄影师Chris 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闪光灯的美式街拍 这个风格最近两年非常流行 然后今天再给大家讲几个技术点 让大家迅速的掌握到这一项拍摄的技巧 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Chris 也叫王琪 担任鱼子学堂的VIP讲师 曾经担任古摄影 威拉的摄影主管和技术总监 也去过巴厘岛旅拍过一阵子 从业十年 然后擅长拍人像 但是最近的话 也会拍一些人文纪实 风光静物等等之类的 简单看一下我的摄影作品 这些都是在巴厘岛拍摄的 那么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到今天的一个主题 闪光灯街拍 这个风格最近两年非常的火 基本上你刷某音 刷某书 喜欢拍小姐姐的 都会频繁的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格 因为它跟普通的我们拍糖水片 拍那些小星星 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的一个类型 它会比较的有张力 比较的特别 比较的酷 时尚的一个风格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几个点 能够让大家迅速的掌握到这一项风格的拍摄 那么这几张照片 是我之前录素材 拍教学视频 顺便拍了几张 类似的闪光灯的节拍 然后直接开始今天的技术点讲解 第一个大点 焦距选择 焦距选择的话 跟我们正常拍人像是完全区别开的 那么我问一下大家 你们正常拍人像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一个焦距 可以在公屏上回答一下 好吧 焦距的话 我们正常的话 比如说你拍日系啦 拍复古啦 拍这种中国风啦 基本上我们焦距都会选择中长焦来拍摄 50啦 85啦 135啦 70200这些中长焦 那因为它拍出来的话 人不变形 然后呢 适合拍一些半身啦 特写啦 中景的一些效果 它的一个画面会突出人物 那么我们在拍 美式闪光灯的这一些街拍教学的话 它是完全反过来的 我们就要选择用广角端来拍摄了 因为这个风格的话比较时尚 比较酷 需要有一些张力来呈现 所以说广角的一个机变广角的一个取景范围 非常适合 非常匹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拍摄啊 那么这几种广角的话 大家肯定都见过啊 这是佳能的1535 这是索尼的1635 这是尼康的大灯泡啊 1424 然后佳能的1124啊 广角的话并不是只是我给大家列出来这几种啊 也有很多的广角啊 比如说驶马的腾龙的 也都有一些广角的啊 但是啊 基本上你35以下啊 就可以称之为广角35 作为一个最小的一个广角角端 但是我们拍这种类型的话 最好有一个变焦头 因为定焦的话啊 你比如说一个一个14的定焦 那么你在拍摄一些半身的话 那就压力比较大了啊 所以说一般推荐这种带变焦的广角镜头 然后最好的话啊 能达到20以下的一个广角焦端 它会容易拍出来一些张力的啊 那么我们通常拍这种焦端啊 都会采取广角的一个拍摄 拍出这冲击力和一个张力的视觉效果啊 类似于右边这一张照片 低角度一拍 是不是两根腿啊 非常的长啊 即便带来了一个视觉冲击力啊 然后呢 像类似这种基本上都是会采取一个广角的焦端拍了啊 因为它的广角取景范围大啊 张力足啊 带来了这种距离感啊 带来了这种啊 酷炫的感觉 时尚的感觉会非常的浓郁啊 啊 这种的话基本上都是用广角来拍的 正常来说的话 因为焦距越广即便越大啊 所以说比较考验摄影师对于角度和距离的控制 正常来说的话啊 你广角就不要怼脸拍特写了 跟你的85跟你的长焦不一样啊 基本上都是以一个半身的或者说全身的一个景别来拍啊 你要怼脸拍就会就会变成那种大头娃娃的一个效果啊 所以说这个风格还是比较考验大家的一个技术 对于焦段的控制 对于距离的一个控制啊 如果说你经常拍日系小清新的话啊 你一直用85一直用13570200来拍 人像的话 你某呃某一变变成这样的一个风格 拿广角拍人像啊 你会发现哎 怎么怎么拍都不对劲啊 一拍就变形 一拍就不对味啊 人的一个角度也找找找不好啊 这是很正常的啊 因为广角拍人像确实是需要有一些啊 控制能力 你的技术啊 要求会高一些啊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24355085135带给大家来的呃 带给大家一个视觉感受透视效果啊 是不是24的话 你会明显的话会感觉这个脸会有一些变形 会有一些拉伸 35的话依然会有一些 但是没那么明显 50的话是一个标准标准镜头 看起来的话还是比较正常的啊 85的话他就会具有一些这种压缩效果 有一些整形畸变 有一些这种浓缩视角的一个范围 35的话就非常适合拍这种中进景的一个拍摄啊 这是一个不同焦段对于大家的一个视觉感受 然后呢 千万千万千万 重要的事情说三次啊 千万不要拿广角去怼脸拍 除非啊 你能拍出那种戏剧效果 就是非常夸张的 然后呢 夸张当中又带一些那种独特的味道的 你可以拿广角去怼脸拍 但是正常来说 广角就不要怼脸了啊 那么第二个点就是 闪光灯 闪光灯的话是在这个风格当中必不可少的 因为你想拍出这样的一个质感 这样的一个风格啊 你就会必须要用到闪光灯 单独的把人物打亮 从而能把背景给他压按 压出这样的一个高反差的一个效果 层次感才能拍出来 所以说一定要去配一个闪光灯 好吧啊 如果你喜欢这个风格 如果你喜欢拍人像的话啊 但是千万不要用机顶闪光灯啊 因为机顶闪光灯的话是很难 把这个周围给他压按 而且那个范围太小了 你估计你只能打到一个小小的范围啊 好吧 所以说闪光灯很多 大家可以买一个这种基顶基顶的闪光灯 然后呢 也可以买一个带银闪器的 到后面拍摄到一些其他题材的话 也可以激离分闪 就是不一定非得要把这个闪光灯装到的基顶上 你也可以说配个银闪器 让这个灯在你想要的位置打过来光 激离分闪 这个光位控制的话啊 比正面来说的话要好一些 因为光的话呃 有选择一些好的角度打的话 会非常好看一些啊 对于人人的一些光影 那么的话我们用闪光灯 就是要做出高反差高质感的一个效果 啊 用闪光灯给人补强光 把周围给压暗 做出硬调的效果 比如说你看一下这一张照片 你看看这一张照片啊 这一张的话是现场的一个环境啊 是不是你会发现的话 整个现场的环境的话 还是没有非常强的一个对比啊 整个画面的话 层次感就是比较的平淡 好吧 这是现场拍摄的一个画面 然后呢 你再看一下相同时间段啊 你拿闪光灯去压到的一个啊 画面效果 它是与众不同的 人物很亮 对不对 然后背景的一些房子的一些细节啊 就会给他压暗压出来这种非常啊 硬调的一个效果 从而突出整张画面的一个层次和画面的一个啊 细节张力和质感 好吧 所以说啊 想想玩这种效果一定要会配一个灯的啊 那么怎么去调参数呢 啊 闪光灯的参数就跟随着大环境的光线来调整 比如说现在的太阳很大啊 就是有的人会有一个误区啊 就是说啊 太阳光线很大 那么我我还为什么要开灯呢 不应该是太阳光线小的时候 我在开灯 太阳光线非常强烈的时候 我要灯干嘛 其实是错误的啊 反过来的太阳光线 它越充足越大的话啊 就需要通过一个非常强的闪光灯 单独的给人补 你才能把整个环境的光线给他压下来 是要这样的 如果说环境大 你人物没有上光的话 那么背景不就过掉了 人物不就偏暗了吗 所以说太阳大啊 更应该把闪光灯给他调大啊 把这个天空和背景压暗 如果光线不足的话 其实闪光灯也应该去适当的减小 平衡整个画面的光比 你只需要记住这样的一点啊 就是当时的场景很大 你想拍这种风格 那么你的这个闪光灯 肯定是要开较强的指数 比如说一分之一了 二分之一四分之一 比如说你今天的这个天气啊 光线比较弱 太阳光不足啊 或者说没有太阳阴天等等 那么你的闪光灯的话 肯定就调到一个十六分之一 三十二分之一 闪光灯也随之减小的啊 OK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第一张 这像这样的一张照片啊 就是这就是一个 你不开闪光灯的一个画面效果 这是镜头里面的一个录制啊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来再来看一下第二张 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一个闪光灯的啊 在这里 通过一个闪光灯的一个加入 拍摄的时候啊 闪光灯打到人物上 然后呢从而人物获得一个非常高亮的一个光线 然后呢 我们压低整个环境的曝光 得到背景是暗的 人物是亮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再看啊 最终的一个成片 是不是 人物亮背景压的非常暗 这样的一个层次感 它就出来了 所以说闪光灯就是啊 弥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啊 你就很好理解了 太阳强 闪光灯要强指数的话 相对来说一分之一到八分之一 太阳弱整个环境光线不足 那么闪光灯的话 我们也需要弱一点 要不然的话 你闪光灯太强 你需要注意点 整个环境光线没那么强 对不对 如果你的闪光灯开的太强的话 那么你的人物就非常亮 你需要压低非常多的一个曝光 导致你的背景会死黑 所以说太阳弱 环境光弱的话 那么你的闪光灯的指数也弱一些 十六分之一到一百二十八分之一 等等 这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准备啊 焦距和一个闪光灯的一个使用 那么我们讲到第三个点拍摄手法 OK 那么大家先看一下这两张照片 你们感觉哪一张照片会好一些 这张照片啊 这两张照片 这是一 这是二 你感觉哪一张照片会好一些 啊 肯定是二啊 肯定是二 为什么呢 你会发现啊 一这一张照片 我从脚到头是一条直线上来的 一条直线就意味着什么呢 人物会啊 没有起伏 没有曲线 是一根棍一样 是不是像宝汉一样 一根棍站着 他没有身体上的一个张力 没有身体上的一个曲线感 所以说看起来就会比较平庸 比较呆板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张 是不是通过我们的一个机位选择 通过啊 女生的一个摆胯 是不是 低肩膀 耸肩膀 头歪 是不是手臂张出来 这样的一个效果张力 你就会发现 哎 整个画面的一个线条 非常富有冲击力 整个的画面感 人物的一个肢体 看起来啊 非常有造型 是不是 一就是没造型的 就一根棍 所以说不管是拍摄这种题材 还是你日常拍摄的一些小清新 只要不是在拍正见照 你一定要说啊 不要让人成为一个直线啊 你就是之前啊 也会讲到了一些美字技巧啊 破线破面啊 是不是 摆胯啊 耸肩 歪头 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些啊 尤其是在拍这样的一个美式街拍 你拍的是什么 不是就是拍的是一个人物的一个动感 人物的一个张力吗 啊 如果你人物直直的站到这里 然后你再用广角来拍的话 就跟一个木棍站出到这里一样 非常的尴尬啊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个 动作上的一个引导 尽量的引导模特做一些啊 动态大的动作 因为用广角拍人像动作 如果太小的话 太直 就会这画造成画面非常的呆板 像一根木棍啊 没有感觉没有氛围 你看一下 这些都是一些时尚广告的一些片子 是不是 插腿啊 摆胯 是不是 插腰啊 这样的一个动作幅度来看起来 画面的张力是非常的舒服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张照片 大家感觉有什么毛病没有 好吧 我问一下大家 这张照片 大家看一下这张 有感觉到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可以在公民上讨论一下 这张照片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呃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个问题 就是头部这个区域变形了 有感觉到变形了 可以扣一个数字一 为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我们用广角的时候啊 用广角的时候 广角的周围会产生畸变 就是尤其是这四个角啊 用广角拍摄 尤其是这四个角 激变会非常的严重 会产生一些统形激变 会把人呃 会把你的物体 会把你的线条给它拉伸 给它拉变形 拉呃 拉的这样呃 没有这样的一个线条 所以说啊 一定要注意 边缘 加上这四个角 是广角当中 激变位置最强的 稍微控制不好 就会产生变形的效果 那么这一张照片 是不是明显的话 是人物头部的一个变形 看起来非常的别扭 整个画面的话不舒服啊 所以说得到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呢 就是我们拍这样的一个美式街拍啊 非常炫酷的这种街拍的时候 用广角拍摄 对不对 我们的构图啊 尽可能的采取居中构图 就是至少啊 至少让你的脸 至少让你的脸保持在中间啊 不呃 不会去偏这样边边角角 不会去偏这四个角 它就不会产生变形 那么你的腿变形一点 你的手变形一点 倒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呃 能够给画面产生一些张力 是不是 因为它就是线条嘛 线条变形一点啊 还可以去接受 因为你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积变 但是千万记住 就是身体胳膊可以积变 但是人脸人头 千万就不要积变 一积变的话 人的一个五官就看起来非常的别扭了 好吧 所以说一般来说 咱们就会采取一个居中构图 作为画面当中的一个主构图 好吧 你看一下类似的 是不是基本上用广角低机位拍的 基本上都会把人 把人 至少把人脸放到画面的中间位置 不会让他去太偏边边角角啊 那么我们机位的一个选择 呃 我们拍这样的一个美式街拍啊 通常来说啊 会采用一个低机位的一个拍摄 为什么要用低机位拍摄呢 因为低机位的话会带给大家一个的种 有具体感高冷刷酷 时尚的一个效果 低机位啊 那么仰拍的角度会让模特从上往下看镜头 是不是非常的高冷非常的高啊 正好符合画面我们要的这种美式街拍的这种啊 酷酷的风格啊 那么我们高机位适合什么呢 啊 就是说我们第一角度啊 拍这种酷酷的高机位代表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呢 其实看高机位的话 大家经常会说到一个什么啊 女友视角 就是你从高往下拍的话啊 像是啊 男朋友在看女朋友的这种感觉啊 所以说高角度从上往下拍的话容易出现一些这种可爱的一些啊 视角啊 所以说大家可以啊 多利用机位啊 带给大家观众啊 一些不同的情绪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风格啊 更多的都会都会采取一个低机位的一个仰拍啊 你看看这些是不是都是采用一个低机位仰拍啊 带给画面一个非常有张力的一个效果啊 我们第四个点的话就讲参数啊 很多人说我买了闪光灯 我也有了广角 我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构图 但是我到了现场 我不会调参数了 我拍的一会儿亮一会儿暗啊 要不然过报 要不然欠报 要不然光比很奇怪啊 搞不定了 不知道怎么调参数 其实闪光灯的一个调节参数是 其实是简单的 但是你需要去了解这个理论 你不去学的话啊 你只靠摸索随便来调的话 你很难去真正的理解 怎么用闪光灯拍照啊 但是你听我讲一下 你就会啊 了解到具体应该怎么拍了啊 首先的话 这个画面啊 是我们这个相机啊 内录的一个啊 录屏啊 它是相机的一个实时显示啊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啊 我们先看一下啊 刚开始我们是 用到了一个125 125和这个 光圈是4.5 ISO是200 得到了一个正常曝光 对不对 这样的是一个正常曝光 那如果你不加闪光灯的话 那么你只能这样去拍了啊 那么正常的曝光的话 你会发现啊 它墙壁了 它人物了 它跟背景的层次 其实是一致的 它没有层次 没有这样的一个明暗关系 画面是灰的 质感很很差 好吧 对比太小了啊 根本达不到我们的一个美食街拍的一个质感 好吧 那么我们 开始调 那么正常来说啊 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先去确定一个三要素 就是我们在啊拍摄任何照片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确定一到两个参数啊 是哪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先把这个参数确定下来 比如说像啊美食街拍用闪光灯的话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需要调一个一二五分之一 为什么你这个坏门速度这么慢 不搞个啊 这么这么亮的一个场景 为什么不搞个一千分之一五百分之一呢 为什么要搞个一二五 有没有人知道的 这个其实是有说法的啊 因为我们在用闪光灯的时候 如果你的闪光灯不带高速同步的话 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 只要没带高速同步的话 一般都是会在二百分之一啊 两百分之一以内 它的闪光灯跟你的相机拍摄到的画面 它是联动的 它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有时候会超过啊 对不对 比如说你四百分之一 比如说五百分之一 你再用闪光灯的话 很可能有一个效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闪光灯它是不同步的 你按下的快门 这个画面当中只有一部分被这个闪光灯给打到 另外一个部分是黑的啊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同步的问题 因为你快门速度太快了 这个闪光灯根本跟不上你的快门速度啊 所以说正常的闪光灯 它一般你调个一二五分之一 它是一定能够同步到的 好吧 两百分之一以内啊 具体的话 每个闪光灯的一个啊 细节不同啊 但是我有高速同步的话就OK 就是我的闪光灯带高速同步啊 那么有的是会带四千分之一秒的高速同步 那么我们开四千分之一秒 它这个闪光灯依然是跟得上的啊 所以说注意啊 你的闪光灯 那么我的这个闪光灯的话 我就示范一个应该是带高速同步的 但是我没有用啊 所以说我一二五分之一 先确定了第一个参数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ESO嘛 ESO的话在正常日光光线充足的话啊 肯定是一百两百就OK了 所以说ESO和这个啊 快门速度确定了之后 我们只需要通过这个光圈来控制画面的一个啊 曝光了啊 光圈和你的闪光灯啊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闪光灯的话 那么你就F4.5就直接拍了 但是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说我们要加入闪光灯应该怎么办呢 OK我们往后来看啊 我们往后来看啊 那么我们肯定不能这样拍 我们需要啊 就是你用闪光灯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曝光三要素 其实控制的不是人物的曝光了 用闪光灯的时候 你的曝光三要素 其实控制的是背景的曝光 因为闪光灯是单独控制人物的曝光的 比如说我们只需要啊 就不管人了啊 我们不管人了 我们在不开闪光灯之前 我们只需要让你的画面的这种 暗暗的这种效果 画面的质感 比如说天空的蓝色 或者说周围的这种啊 暗雕效果有了之后 那么这样的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你的曝光三要素 在用闪光灯的时候 是控制背景的一个光线的 那么我们感觉调到18差不多了 我们压的已经够暗了 有这样的一个差不多的一个质感了 那么我们就确定啊 光圈是开一个小光圈的 开一个小光圈啊 就是这么按 我看一下 看一下啊 就这么按 确定了之后 参数不变 加入你的闪光灯 直接闪就OK了 加入闪光灯 直接闪就OK了啊 用你的闪光灯控制你 单独的控制你人物的曝光 就齐活了啊 比如说我这个参数 我拍我把闪光灯开到四分之一 我拍一张哎 人物好像啊 没有那么的亮 那么我们就开个二分之一啊 用闪光灯控制人物 这个曝光三要素控制的背景 那么这样的一个逻辑 你就能更好的 更快速的 更有效率的去把啊 这样的一个闪光灯 接拍的一个参数 给它调整 其他的话啊 就不用过多的调了 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了一个像啊 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不是我们刚才的一个背景的效果 刚才的18呃 F18的那个光圈 对不对 得到了一个背景压暗的一个效果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闪光灯 单独补人 人物量 那么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就出来了 好吧 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讲解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